大家好,我是Losan 你們玩PlastiDip的時候有沒有嘗到起點粒 或者噴到很不均勻呢? 今天我就會和大家做一個示範 示範給大家看是怎樣 是噴到表面很順滑 還有顏色很平均的 原本這個相片買回來 已經是黑色的 所以我也不會用黑色來做一個示範給大家看 因為看得不太清楚 所以今次我就會用黃色來和大家做個示範 它的顏色比較鮮明 大家做比較就會比較容易 在開始之前 我做一個正確的步驟 如何開始噴油 首先噴油之前有幾樣東西準備 我之前也提過 就是口罩 然後毛巾 毛巾是用來抹抹你要噴的表面 譬如我現在要噴這個相片的話 你會看到它的表面其實還有一點髒 有些塵 有些塵 如果塵不抹的話 你照噴下去 那些塵就會在你的coating裡面 就會變得一粒粒 或者是不漂亮 清潔的時候 我建議大家不要用水去清潔 為什麼呢? 因為用水清潔的話 你有機會抹完之後 它的表面還會有些水氣 留在你想噴那件東西的表面那裡 如果有些水在上面的話 你再噴plastidip下去 你的plastidip是黏不上去 這個表面那裡 因為plastidip跟水是完全交不起來的 所以如果你有水在表面那裡 你再噴plastidip下去 會被一層水隔住了 所以如果你有水的話 你噴plastidip下去 有機會是令到那層plastidip是黏不住的 如果你真的要用水洗的話 洗完之後 我建議等多幾個小時 只有完全乾透才可以 開始做這個噴的步驟 如果真的不是那麼髒的話 其實用乾布擦一擦 它的漬都OK的了 好 那我們現在開始了 首先呢 我講回右邊這一個 就是我們今次做正確的示範 而左手邊呢 這個就會做一個 大家平時可能會犯的錯誤 這個風扇呢 就是用來模擬樣視 平時在大風底下噴的狀況 這支黃色呢 我剛剛是浸了28度的暖水 那這個呢 我就會噴在一個右手邊 是一個正確的做法 那就會好一點 而且現在天氣冷 有機會噴出來 那些粒粒會比較粗一點 那大家可以浸一下暖水這樣噴 就會好很多 其實就好很多 那浸完暖水之後呢 你都要抹光的瓶身 因為那個瓶身是很多水 那這次我示範 兩邊都會用噴窗這樣噴 那我們現在呢 就開始噴第一層先了 那之前都做過一些demo 給大家看 其實第一層呢 我們就不用全部遮蓋完 它原本的顏色 那我們現在噴黃色 原本的物件是黑色 那第一次我們噴呢 就不應該會遮蓋所有黑色的 大概50%左右 那就千萬不要第一下呢 第一層呢 就噴到去 是全部都黃色 因為如果你這樣噴的話呢 就一定是太厚的了 正確的做法呢 就是你拿著 保持距離大概是 一尺多一點 就是大概30cm左右 然後呢 平均左右左右這樣動的 而動的速度呢 都要平均的 那好啦 剛剛呢 就在剛剛的示範這邊呢 就完成了第一層的coating 那我現在呢 就會做一個錯誤的示範 在左手邊這個示範呢 我用的黃色呢 就是沒有浸過暖水的 好 好啦 剛剛完成了兩邊的示範 我們這次是剛剛噴完第一層了 那我們可以看一下有什麼分別呢 雖然它現在這一部是 第一層呢 是不是很平均的顏色 但是不要緊的 千萬不要急 因為第一層呢 是一定不會遮蓋整個黑色的 那所以呢 這個情況其實是可以接受的 大家是不需要覺得 這樣是一個錯的做法 那其實等十至十五分鐘呢 第一層呢 就已經是乾的了 因為第一層我們不會噴得太厚 薄薄的噴一層上去 所以其實第一層呢 是會比較快乾的 那我們看一下這邊 是一個我錯誤的示範 那第一層呢 我剛才是有個風扇在吹著來噴 那其實剛才我噴的時候呢 風扇呢 是會吹一些塵過來的 那其實呢 就好像大家如果在室外的話呢 如果平時在街上噴自己攪拌的話呢 它有些風吹過來呢 其實是有些塵 它會有機會會吹到我們的coating 那我們的coating的時候呢 噴下去還是濕的 還沒乾的 那那些塵就會黏在濕的表面上面 然後它們一起乾完之後呢 那你就很難補救了 那另外還有一個問題呢 就是剛剛示範呢 如果想在第一層那裏呢 就好像想遮蓋底色 那如果你要真的想去做這個 想去遮蓋所有黑色呢 你會是不斷地噴 噴完你看到 即是如果你看到還有黑色的話呢 你就會繼續噴它 那如果繼續噴它的話呢 就會變成很厚了 第一層coating 那會怎樣呢 那如果厚太厚的話呢 它的coating呢 就會造成一些水滴痕出來 那如果有朋友 有這樣的情況出現呢 就是這個原因了 就是因為噴得太厚了 那現在差不多等夠15至10分鐘了 我們可以噴第二層 好啦 那我們剛剛完成了第二層啦 那你會見到它的coating呢 是比第一層多了啦 當然 它就大概去到七成左右啦 那你隱藏的東西 都會看到少少黑色在那裏 但是不要緊的 因為我們第三層呢 才是會完全100%去coating 那大家看到呢 其實它的表面呢 一定是順滑的 是不會起一粒粒的 那好啦 那而錯誤示範這邊呢 那其實我剛才呢 就嘗試去補救回 第二層噴好的話呢 它那些水滴的印呢 都還是會保留在那裏的 那如果其實你在第一層 或者第二層的時候 你那時候已經有水滴印的話呢 我建議其實大家就 等它乾了 撕下來 或者是直接抹走它 趁它還沒乾的時候 就用布抹走它 然後之後再重新再噴過 因為你再補救下去呢 其實它的水滴印都還在 變成你到最後都是要撕掉 那會變成更浪費了 那所以其實一開始 你發現有這些問題的話 你就可以馬上解決它 好了 那我們現在就開始第三層 好了 那第三層呢就搞定了 那第三層呢就搞定了 那第三層大家可以看到呢 其實已經是會遮蓋整個黑色 即是原本它的底色了 那如果去到第三層呢 你發現你的底色還會有一點點 看到啊 或者透底啊 那樣呢 就代表你之前是噴得不夠 那當然你又不能噴得太厚 因為噴得太厚 就像這個這樣會弄到水滴印 所以大家要拿捏一下 如果第三層的話 你還看到是未夠 還有透底的話呢 不妨可以再噴多一層 去到這樣的地步先 去到遮蓋它的底色 那我們就可以開始一層叫做Wed Coat 那Wed Coat的意思是什麼意思呢 大家會看到 我們噴到整個面都是亮的 即是剛剛好層面是濕透的 那我們就稱之為這個叫Wed Coat 那如果噴不到整層面都濕透 那麼平均 那會怎樣呢 這個效果 那結果呢就會做到顏色不均勻 而表面呢 都是沒有那麼順滑的 那當它們整個表面濕透 它們一固化的時候 就會好一個平面的 就固化了變成一層膠 所以它們就會比較順滑一些 所以為什麼呢 我們噴第四五層呢 那時候也是會噴一個Wed Coat 那就確保它最後出來的效果 是會很平滑的 那我上次也提過 那可能其實噴到第三層 那些人就會覺得 噴到它想要的效果 因為底色已經遮蓋了 那它們就可能去到這一步 就會停的了 那雖然去到這一步 那個表面是很平滑 其實所有東西看上去 都是非常之好的 可能已經是你想要的那樣 但是呢 這個有問題 為什麼我們要噴第四、第五層呢 就是因為呢 其實你剛剛才遮蓋到它的底色 你都要知道 它的液體其實是很薄的 那當你那麼薄有什麼問題呢 就是當你將來想撕出來的時候 那麼薄的話是很難撕的 就算撕到的話呢 它有機會可能會在這裡掉了一塊 那這一塊 可能會需要很多時間才可以撕出來 那所以如果你想將來 撕的時候容易撕一點的話呢 我們一般都會建議大家噴四至五層的 那當然噴五層是最好的 那我們現在就會繼續 第四至第五層了 好 那我們五層都搞定了 我們一齊看看SAMPLES如何 好 首先來遠看吧 那本身這隻顏色噴出來就是雅色的雅黃色 是有光的程度下面看呢 它都是顏色很平均的 你看到它表面是很平滑的 不會見到一粒這樣凸起的 我們打橫再看看 那我們看一下這一邊的SAMPLES 那首先呢 我們剛才說了 那首先呢 我們剛才說了 如果拍太多的話呢 就會造成一些水滴啦 這些啦 好像眼淚痕那樣 那這些就補救不了的了 先不說這個眼淚痕這件事先 那我們看一下顏色方面呢 是有些什麼 那大家遠遠看呢 其實都看到有一點點是不均勻的了 這裡呢 它會比較 比較淺色一點 可能Cover也不是那麼好 那我剛才也做過一個錯誤的示範呢 就是 我有時候噴呢 不是順著一個次序這樣噴的 有時候呢 就可能打直 有時候打橫 這樣呢 就會做到 顏色呢 就完全是不均勻的 還有不平均的 好了 那再打斜看看了 大家看到呢 這些位置呢 不知道你們看到嗎 它其實有些比較粗手的 比較 起了一些一粒粒的 那為什麼呢 就是因為噴的時候呢 距離不平均了 也都是 而導致它的一粒 就在表面上固定了 它根本上就沒有吃進去 上一層的 噴上面 還有加上如果有風 吹上去 都會減弱了它們噴出來的壓力 好了 那最後一件事 噴完所有東西 然後等它乾之後 要做些什麼呢 那就是要幫它用 DEEP CLOSE 來做一個清潔 那有很多朋友都可能 玩過 DEEP CLOSE 但是 沒有用過 DEEP CLOSE去清潔 它們可能覺得不需要 又或者 沒有試過 它們覺得有什麼不神奇 都是 清潔而已 用水清潔都可以 那如果你看過 我上一條影片 做一個示範給大家看 用了DEEP CLOSE 以及沒有用DEEP CLOSE 的分別在哪裡 那我自己個人 每噴完一樣東西之後 等它乾了 我都一定會用DEEP CLOSE 它要清潔 就算它是平滑都好 但是你現在摸上手 都有一些膠 有些膠的感覺 放在室外的來說 就會比較容易黏塵的 好像我身後面 這些樣的相片 其實它隔了一段時間 一定是會有塵的 因為放在室外一定會有塵 這件事是避免不了的 但唯一一件事可以做到的 就是令到它表面的塵 是可以容易被我們抹走 是容易清潔的 這件事也挺重要的 我現在也做了一次 DEEP CLOSE是怎樣用的 我們在做完PLAST DEEP之後 等這個整個表面乾了 我自己建議 最少等兩至三個小時 等它乾 因為它有時候 你摸上去是乾了 但是它裡面有時候 可能還未乾頭 如果你用力 刮它的時候 擦它的時候 有機會破壞到裡面的塵 所以我都建議 兩至三個小時 畫更久 或者如果你真的怕的話 可以放過東西都可以 那我就 噴在布上 在表面上擦 好了 差不多了 我就用DEEP CLOSE做了一個清潔 不妨用手摸一下 其實感覺是差很遠的 好了 我再做一次示範給大家看 對了 這麼斜的 其實有很多用過PLAST DEEP的朋友都會問我 為什麼這麼難清潔 又或者為什麼這麼黏手 其實就是這樣的原因 他們沒有用到DEEP CLOSE去做清潔 好了 今集差不多了 今次做了一個示範給大家看 如果你也有興趣買PLAST DEEP的話 歡迎在我們下面的連結 按進去 WhatsApp我們 我們立即會有人回覆你 如果你對這條片有什麼意見的話 可以給我留言 或者你想我做了什麼的DEMO 什麼顏色的話 都可以留言告訴我 如果你喜歡這條片的話 記得給我一個Like 和Subscribe 我們下集再見 拜拜